骗在谎 回来之后啊 一看呢 里面一粒是假的 你说有什么法子 我在香港 香港很多同修告诉我 香港买东西不是内行买不到真的 适风到了这种地步 使我们想起啊 鬼神所说的 天上不安全 地上不能住 这个话很有道理 归神都居众念佛求生进度 这也应了 黎炳南老居士往生前一天下午 给身边同学们说 世界已经乱了 祝福菩萨神仙降临都救不了 唯一的一条生路啊 念佛求生进度 这是真正有德行 有成就 有慈悲心的人化了 世道人心变了 他这个地方有一段说 他说进来 市场里面的东西 几乎啊 假的比真的多 那么从这个地方看 世道人心变了 凡是饮食 医药 这些用品 都有 假的 而且假的 胜过 这个数量 多过真的 丧心害人 莫此为甚 至于使用假银子 现在用假钞票 我遗造的一些证捐 其我更甚 天诛有所啊 这个天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国人讲的 世界末日 所以 我们凡是做一段事情 总得要想想 能不能对得起 天地良心 这一句话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起个念头 这念头该不该做 能对得起 天地良心 能对得起 云云众生 如果自己 救到 救到 这是不善的 赶紧制止 绝不能再做 他母后 举了一 古人一首诗 越坚越巧 越贫穷 坚巧原来天不容 富贵若从坚巧得 世间呆汗细细风 这是古人的一首诗 我们看看这首诗 他讲的话 应验不应验 似乎今天 越坚越巧的人 他越富贵 所以 相信英国的人 少了 认为英国之谈 满有凭据 看看世间 许多 既得修善 既得修善的人 反而落得贫苦不堪 做坚犯坑的 都好像是洋洋得志 这是今天社会上 中国外国普遍的现象 这一桩事情 只有佛说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佛将了 那些人 做坚犯坑的人 过去生中 修的大佛宝 虽然今天 越坚越巧 这佛了 这掉佛之后 他还有余佛 他还有剩下的佛 他想他的余佛 这也不是做坚犯坑 能够得佛宝 没这个道理 既得修善的人 现在还很贫穷 过去生中 没有修福 他要不修福 他的生活 比今天还要艰难 我们想想 佛所说的这个话 有道理 如果这些 前世修富贵的人 他要不做坚犯坑 安分守起 他的佛宝大了 他的佛宝想不尽 这一生 到受命中疗之后 他的佛还想不尽 来生还有大佛宝 纵然这一生不修福 光想福 都想不尽 如果这一生 再要能修福 生生世世 这佛宝无有穷尽 可惜呢 现在的世界 是不度佛书 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